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可以做出这个评估 像刚刚说签场很难 可是万一今天走山了难道就不签场吗 我们希望能够先看到这样子的备选方案 不然我们所有人包括刚刚月明 全部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担心的状况底下 看到一个备选方案也让我们知道 捷运局不会埋着头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没有办法的都还没有一个替选方案出来 写的是一个备案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认真去评估 遇到那个桃源地区 那事实上呢 假如说这种监测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异常的话 我们也都是开始这样考量 那目前为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 所以刚刚有几位提到说 我们要对厌岸人顾问 其实我们总高部委員长就特别提示说 谁要来负责 我们会慎重来负责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了12年 并不是刚刚乐清代表这边所提到说 纯粹是机场工程的施工的企业 也许要5年到7年 会因应这个机场的这个大小功能 所以它其实包括就是一个新的建设计划 从可行性研究 这个综合规划 环品 财务计划 这个都市计划变更 所有的所有都是在这个延伸 如果说不管是延伸到家地或影地 都是其实对中央来讲都是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必须来考虑到前置这些 从规划到核定所需要的期限 所以我们主席回答 小动工消息师所提到 这个断层带开挖它会有一个解压的效应 我想我共同师现在跟 我们台湾市溪顾问 或者是跟大力集市工会 看法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我共同师认为这已经是个滑动了 但是市溪这边跟工会这边 一直认为说这是一个断层带 它蓄积能量开挖以后 正是一个解压行为 去年我们在做排装的时候 因为排装施工它就会产生 当排装套房拔掉的时候 这个时候里面的管理所 实际上它是出零的状况 它本身还是当大力的股份会解压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局部一个小量的便位 那一排装每次装累积一直做的时候 它就会去累积一些便位出来 那以目前我们今年 为什么刚刚看到的 市商工工师这边监测素质 在新大楼这边 跟我们所监测到的素质是很接近的 那九月开始以后 有 逐渐的有一些变动 那为什么九月开始有变动 就是因为我们九月开始 施作蓝策的排装 那整体 这些素质事实上 我们也都经过工会协助 认为说 大家大概共识都是 所以就是一个减压行为 我认为是一个滑动的行为 不对 大家知道一个大地是非常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大地里面 一个庄可能只有这只原子民这么大 钻一个这么大的洞 然后混凝土灌下去了 它说混凝土没有印之前 它是断成解压 胡扯 因为它那个庄是一根一根做的 当时它那个庄是用钻绝式的做的 它不是用现在用鲨鱼夾去冲击的 不是喔 它当时用钻绝式的 没有震动的问题 工程会在96年5月30号 决定了530方案以后 在96年的7月2号 它在早开一次针对断成带解压的会议 与会的专家学者几乎一致认为 断成带解压到底会产生多少便位 是没办法在施工前 经由任何的地质调查先了解的 它唯一的方式就是施工中监测违馈 一定要监测 所以检疫局从开始的设计 一直到目前所采用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基本上就是监测违馈的理念 包括99年8月发生的事情 能做在两台的牌装 当时工会的在105月报告也写得很清楚 这个牌装是可以足够让开挖到底 开挖到涉体高层 至于说未来所谓回升以后 它是不是能够抵挡所谓回升的上举例 必须靠开挖过程的监测回归资料再做分析 如果分析不足于抵挡的时候 就要做所谓的长期安全方案 在今年5月 这个方案确认以后 也经过工会的审查都确认 以后 我们6月才开始做 整长期安全方案前期的这一牌装作业 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当时做两排 零食的牌装 现在又做三排 其实这三排 并不是为了编坡的 并不是为了编坡的 这三排实际上 是我为了做这个名蛙不干隧道 因为我们主线上 不管是车站 或者是任何的地下设施 要做一个名蛙覆盖水岛 一定要做两排连续笔 一定要做连续笔 然后做连续笔才能做支撑开花 那这个基地 因为它有断层在解压效应 我们做机装 这样的1.5公尺直径的断面 就已经可以产生这样的解压效应 依据我们过去建设回归资料形式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地 已经包括工会的基石建议 以及包括一些专家的建议 都认为我们不适合做连续笔 所以这个基地 才会把这三道该做连续笔 改成用排装施作 也就是说目前这三道排装的作用 跟原来这两道意义完全不一样 在这边做一个整形 这个方案完成以后 是一定可及的 关键是它的施工过程 施工过程 我们必须要去分析 到底施工过程中 还会产生多少变味 比如说我们目前施作排装 它就产生了3mm 1mm的变味 到底整个施工开花过程 它还要产生多少变味 工会的这个部分 它很自信有做一个分析 组计算做个分析 然后这个分析的结果 工会的报告就认为说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它认为我们 这个方案是可以执行的 倒数第二行是 新大楼平面高 大家可以看到 7月1号的时候是低 它慢慢往上升 高度慢慢增加 到0.9 从0.9才慢慢降下来 降到-3.0 最后还有一个 又多降了一点点 这什么状况呢 从7月1 四川刚说断层解压 断层解压有越解越紧吗 在新大楼平面002高 就是往生是上面的地面 直接上面那个位置 它的那个裂缝 它的一侧靠近 这个外侧那一侧是越来越高 表示说 它是从救援区这边挤过去 它抬高上来 如果是断层解压 它就变紧了 这是解压吗 而且这个现象 是持续的非常长 因为我们从7月才开始量 所以在之前我不知道 但很清楚的 它是越来越提高的 然后很清楚的 它从9月2号开始 慢慢下降 这个方向 就是向轨道去 到后面的置半截 跟施主任的观测是一样的 前半截会越解压越紧吗 这是不可能 100年5月 大地计时空委处的鉴定报告 它很清楚的讲到 有滑动现象 为什么有滑动现象 道理很简单 因为它把 救援区里面 四个倾斜馆的滑动 滑动位置 全部画起来 就是一条线 一条曲线 那个明版的就是一个滑动 而且它的文字叙述里面 也讲是滑动现象 断层解压 只是捷运局 再拿来欺骗老百姓而已 这胡不吵 这胡不吵 更加热 所谓的 你当然 都会得到 你 所谓的 你有没有